在讲结婚条件之前,我们先看一个案例 孟欣欣女19岁,张月月男20岁,两人在打工期间相识 由于远离家乡,两人岁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 在相处一段时间后,决定结婚 婚姻登记机关能否给两人办理结婚登记? 结婚登记应符合什么条件呢? 根据婚姻法的规定 结婚需要符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 即符合必备条件,排除禁止条件 那么,什么是结婚的必备条件呢? 下面我们先关注结婚的必备条件 结婚的必备条件又称结婚的积极要件 是当事人结婚时必须具备的法定条件 根据婚姻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 男女当事人结婚时需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婚姻法第五条规定 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 或任何第三者加以该设 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也即结婚合议 指结婚当事人对确立夫妻关系的意思表示 完全一致 自愿结为夫妻 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男女双方自愿 二不是一厢情愿 结婚是男女双方之间的合议 所以需要双方的自愿 排除一方对另一方的强迫 二是婚姻当事人本人自愿 而不是父母或其他第三人的自愿 这就排除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排除了任何第三人的干涉 排除了包办买卖婚姻 维护了婚姻自由 三是婚姻当事人本人完全自愿 而不是勉强同意 即婚姻当事人 不是因为外界的种种压力 而被迫结婚 而是心甘情愿地走入婚姻的殿堂 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意思表示 需符合下列条件 第一 男女双方具有结婚的行为能力 第二 男女双方做出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 必须符合法定形式 第三 男女双方同意结婚的意思表示 真实 二是达到法定婚龄 法定婚龄是指法律规定的准遇结婚的最低年龄 婚姻法第六条规定 结婚年龄 男不得早于22周岁 女不得早于20周岁 晚婚晚遇 应遇孤立 关于法定婚龄 七历法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自然因素 即婚姻的自然属性 包括人的生理 心理发育情况 和智力 意志力的成熟情况 二是社会因素 即婚姻关系的社会属性 包括一定的生产方式 以及预知相适应的社会条件 如宗教 人口状况 经济 政治 道德 风俗习惯等 关于法定婚龄 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法定婚龄具有强制性 第二 法定婚龄只是法定结婚的最低年龄 不是结婚的最佳年龄 也不是必须结婚的年龄 三是符合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是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作为结婚的必备条件 男女双方在结婚时 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结婚的男女双方虚无配偶 否则婚姻关系无效 二是任何违反一夫一妻制的男女结合 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 三是有配偶者 只有在配偶死亡或离婚后才能再行结婚 否则构成重婚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是结婚的禁止条件 结婚除了符合必备条件外 还应排除禁止条件 结婚的禁止条件 又称消极要件或结婚障碍 是指法律规定的不准结婚的条件 根据婚姻法第七条规定 结婚的禁止条件 分为禁婚亲和禁婚疾病两种 第一禁婚亲 禁婚亲是指依法禁止结婚的亲属 禁婚亲的立法依据主要依据两个因素 一是基于伦理学的要求 二是基于优生学的原理 目的在于提高人口的质量 第二禁婚疾病 禁婚疾病是指禁止结婚的特定疾病 2018期禁止条件 看了一条禁止条件 那么一条禁止条件 很多人 我们看了一条禁止条件